由一连集团投资的购物中心今天举行上凉仪式 预计2018年第四季完工将成为北高雄最大的复合式商场 其中8到31楼更引进国际五星级的酒店 董事长吴林茂就说完工后将创造庞大的工作机会 更为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增加高雄的能见度 位在北高雄古山区的精品购物中心今天举行上凉仪式 由于投资总金额超过200亿元 银行团都前来致贺 融合了精品购物 国际旅店以及企业商办等等 未来正式营运之后 不仅能够提升我们高雄国际的能见度 更可以吸引人才回流 促进我们高雄地区的经济发展 有700多间的一个房间 适合我们很多的大型企业来办这个活动 还有我们的观光以及我们婚宴 旅客的一些到来 这座将近30层楼的酒店和购物中心 预计2018年底完工 一旁结合已成商办的复合式大楼 也已经提出建造申请 届时将创造11000个工作机会 可以创造就位机会大概11000多个人 那两栋嘛 两个建筑两个岸嘛 一个大概6000个工作机会一定是有的 那税收的部分大概 可以创造3亿到5亿的税收 尽管2016年景气不佳 但南台湾百货业表现依旧不错 汗神巨蛋去年营收突破120亿元 创9年新高 统一时代百货 年成长也有3% 达到104亿元 一联集团投资的一大世界 营收名列第三 去年成长幅度达到5.54% 高雄百货业更加竞争 业者拼扩大据点还有各项优惠战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宏观张朝伟 高雄采访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扬